一行禅師 浸魔愛 今天的題目是內心傾聽 所愛的人在說話的時候要練習深入傾聽 有時對方說的話會讓我們驚訝 發現對方跟我們看事情的角度恰恰相反 讓對方自由地說話 不要打斷或者批評他的言語 全心深入傾聽的時候 不論是十分鐘 半個小時 乃至一小時 我們會開始更加深入地看到對方 更加了解對方 如果對方基於錯誤的認知 說了一些不正確的說話 可以稍後再提供一些資訊 幫助他們修正看法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 傾聽就足夠就好了 就算了 對方說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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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話 對方說話 好